偶像男团睡一起!半夜惊见龙柱现行! 前偶像团体互相爆料求是!图卫视中文台提供,2018402。 图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名,3日将播出锦绣二重唱《蜜雪威奇》、棒棒唐二军成员的互相爆料。 韦鱼、吴俊燕,表示,有次排练后睡在Terry家,当时Terry已经喝醉,穿住丝织龙袍服装就去睡。 韦鱼睡到一半,竟看到小Terry对住他,这才发现原来Terry里面什么都没穿,一旁的主持人巴欲接话说,是龙柱吗?让全场笑翻。 Terry与韦鱼是从《模范棒棒唐》节目的《棒棒唐二军宅男署》团体出道,当时23岁的Terry比团体中的人都年长,所以就由他担任团长,管理大家作息。 有次录影前,Terry特地打电话去韦鱼家叫他起床,结果等了15分钟没接电话,Terry不放心又打了一次,家人回说马上去叫他,过了几分钟韦鱼慌慌张张在电话那头说,我在骑车,我在骑车,我马上到我。 让Terry好傻眼,文鱼也笑说自己当年好夸张。 秘雪威奇爆料对方求是,图位是中文台提供,2018402。 秘雪威奇则是在2003年成军,秘雪笑说有次先唱会上台前,威奇狂吃海苔,结果一上台后,威奇边挥手边唱歌的时候,才发现一大片海苔就粘在夜下,顿时觉得好糗。 威奇也爆料秘雪有时候找不到牙线棒,竟然会把头发当牙线使用,吓坏所有人,秘雪笑说,有时候我也会用吸管踢牙,我就不相信你们没用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